不论是出席活动或变身饶舌歌手 柯文哲总是必备一首接一首的拿首歌曲 而柯P只要开金口唱歌 往往会成为网友的讨论焦点 他也预唱预有信心宣布 举办首场个人演唱会KP Show 8800元天价粉丝照买单开卖不到5分钟全席完售 不少人期待柯文哲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感官体验 网路温度计透过KPo 大数据关键引擎舆情分析系统 调查柯文哲历年演唱过的五大金曲排行榜 这些歌曲有机会在本周末经典重现吗 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首你不认识我 是创作鬼才黄明志 2021年为台北所达造的年度观光歌曲 今年于人节黄明志公弹开场 特别邀请柯P担任演唱会嘉宾开金口 也是他卸任市长后 首次在小巨蛋现场 柯P现身VIP洗语台上的黄明志合唱 但他似乎太紧张一度破音 走音引来全场欢声雷动 令人惊喜的桥段安排 也造成网路高度讨论 2016年台北跨年演唱会柯文哲县上 歌唱出道秀登万人舞台 现唱五月天的歌曲拱狼 尽管柯P准备多时私下频频练唱 但正式演出却大落拍 舞音不全斗的全场观众都笑开怀 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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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声 变成连他个人都不想回忆起的经典画面 没有要在脚上 事实抵抗 首次开金嗓虽然不太完美 但拱狼成为科匹精 曲歌单之一时常在公开场合现场 他也在IG放话演唱会 首先要血齿的就是这首拱狼 柯文者2018年出席活动 上台高歌的曲目就是 这首坚持由于对比之前 表现音准明显有进步 瞬间造成网友讨论阿北 是不是有偷恋 在2021年的疫情说明会中 柯文哲用坚持酸高雄市政府接受台电捐捐款 协助寿山动物园改造成为讨论高峰 动物园 这个是这样 翁立友有一首歌叫坚持 有人出席就好名 我们是用名打拼 就这样 就这样 有人出席就好名 本是用名打拼 每每唱歌都表现掉漆的柯文哲这回 终于找到自己的歌录被网友称赞 坚持也成为柯P的必选曲 2022年正值疫情当下 王心灵爱你一曲重新翻红 网友小阿猎搭上热潮 模仿柯文哲声音唱起改编防疫版爱你 微妙微笑的柯市唱腔瞬间 在网路爆红甚至勾出本人 回复跟着挑战 虽然因为节奏感不佳而紧急喊咖 不过该影片曝光后 立刻掀起大批网友讨论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梯 那一定是COVID-19 啊啊 台北市长卸任倒数 柯文哲出席北市府秘书处尾牙 在众人鼓吹下登台现唱求鸟 成为柯P全新的K歌曲目 黄韵玲也曾为 他亲自伴奏教导歌唱技巧 唱得好不好 或许已经不是重点 柯文哲要告诉台湾人 Nothing Impossible 打破框架出奇招 超越传统募款 参会格局 他究竟会带来什么 全新体验的演唱会 6 7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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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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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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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